大家好 星期二日報 今天2021年12月29日 星期三 今天立場同事就陣亡了 我都不知道怎麼辦 總之現在就很危險 今天立場四點多 在社交媒體宣佈停止運作 網站和所有的社交媒體 日內以除所有的員工 即時解散 公告的傳聞是 立場新聞停止運作公告 警方今天29日 拘捕本公司多名高層和前高層人員 前高層那邊我可以說少少名給你聽 不可以抓了 何韻詩抓了 陳佩銘的老公 中佩銘又抓了 總之很大件事 總之抓了 帶走多人協助調查 並在立場新聞辦公室 檢走多部電腦和部份文件 立場新聞的涉事人員也提供協助 立場的記者同事都有幫助國安那邊的 不要怪他們 因為國安太大了 因應情況 立場新聞即時停止運作 包括網站和所有的社交媒體 立即停止更新 並將在今天 現在已經沒有上傳 我現在這個時間是16點47分 現在立場已經玩完了 蘋果已經玩完了 下個到哪個 我不方便說 我自己的安全 我自己已經有了想法 放心 總之立場的處任總編輯林兆彤已經辭職 立場的所有新聞同事已經即時顯散 立場新聞身為主場新聞 前身 立場新聞的前身是主場新聞 在2014年12月成立的 立場新聞在2014年12月成立的 前身是主場新聞 以不謀利的原則應運 立足香港主場 立場的編輯 立場的編輯方向是獨立自主 自力 守護民主 人權 自由和法治 公義等這些香港的核心價值 去到12月29日 今日停運 感謝一直支持 Sorry 我漏口 因為我沒有了梁靖霞 多謝立場同事的付出 多謝Cat 陳婉廷 多謝你 那拉了之後 政務司司長李家超出來見記者 他回應今天早上就拉立場的前董事和多名總編輯 涉嫌違反這個刑事罪行條例的 村謀發佈煽動刊物罪 他說 任何人假借新聞工作 利用新聞自由 用作工具 去做危害國家的行為 就是破壞 是污染新聞自由的人 真正專業的新聞工作者 應該齊聲反對 齊聲說不 跟他們保持距離 幸好我跟立場那邊 不是很熟悉 那你不要拘捕我了 麻煩你 又形容他們是新聞界的害群之馬 將會予以譴責 特區政府會大力依法處理 立場同事保重 補充一點點 警方的國安處今天 以涉嫌串謀 發佈煽動刊物罪 就搜查立場同事的office 和拘捕他們多人 那拘捕誰呢 拘捕鍾佩權 立場的前董事 前總編輯 周達志 立場的前董事 吳可兒 立法會前議員 也都是立場的前董事 方敏生 也都是立場的前董事 何韻詩 這個不介紹 林兆彤 立場新聞的處理總編輯 陳佩敏 陳佩敏 也都是前平國一部副社長 鍾佩權的妻子 總之陳佩敏現在正在坐牢 特別是陳佩敏 我特別關注他 因為我認識他的 總之現在在裏面再拉多一條罪 他早前涉嫌因為這個紮醒悍物 煽動性悍物 已經在還壓著了 哎呀好辛苦 我現在好不開心 都是講立場 港安處今天就在立場新聞的辦公室 就拘捕了六個前任和現任的高層 同時搜查 這個副採訪主任 記協主席陳朗聲 位於沙田顯敬村的御所 和他大埔的家 今早早11點多警方警察 警察走了之後 陳朗聲就沒有拘捕 不知道為什麼 他見記者他說 警方撿走他的電腦 手機電話 立場記者證和傳接這些玩意 他目前最擔心是總編輯 陳佩敏的老公 和處理總編輯林兆彤 他希望國人安好 他又強調立場新聞一向都是專業的新聞報道 這件事是無用置疑 那今天 我想他被人拉一條片 大家看過了 他正在做直播 國安處那邊就說 你有可能乾犯 阻差辦公 你再做 你再落影 我可以拘捕你阻差辦公 那邊我就不多說了 陳朗聲記協主席就保重 那現在呢 他們拘捕在 中佩權 在九龍城警察館 周達智在張江澳警察館 不可以在中區警察館 方敏生在赤樹警察館 何韻詩在西區警察館 林兆彤在牛頭角警察館 資料顯示 被捕的立場新聞前總編輯 中佩權 在今年的11月6日 在社交平台公佈 因為家庭原因呢 在11月1日起 就辭任總編輯一斥 職務已經是林兆彤處任的了 前董事周達智呢 她是偽行者和前編輯的 前董事不可以是大律師和前立法會議員 至於前董事 方敏生是社會工作者 前社會服務聯會的行政總裁 我不明白這個前社會服務聯會的行政總裁是什麼 而前董事何韻詩呢 她就是創作人 和大愛同盟的發起之一人 其實總拉光了 何韻詩我也不多說了 多說一點陳佩敏 她在大攬坐著牢 陳佩敏 前蘋果日報的副社長 她今天涉嫌有份參與立場新聞的贊民 警方行動在清晨6點就展開 並動員超過200警力 今早8點多 以首購 反鎖處任總編輯林兆彤的雙手 押回冠堂的立場新聞辦公室 並帶備大量的交商 預料用作承載證物 即是晾嬌嬌陳佩敏在房間睡覺 無緣無故被人搭起身 她老公辭職就被林兆彤做立場總編輯 林兆彤今天被人押回去 成立在2014年的立場 曾經在反修例期間 長時間直播和旁述 最為人熟悉的 蘋果倒閉之後 多次被官方公開批評 其中保安局局長鄧炳強月初 點名批評立場 多番的報道是作出偏頗誤道 妖魔法執法部門的報道 警告任何人或組織 無論用甚麼去包裝 用媒體包裝也好 用非政府組織包裝也好 只要想違法 想危害國家安全 我們一定會找證據去證明你是犯法 而是為今次拘捕 作出拘捕行動鋪路 現在立場的同事都被拘捕了 希望其他記者同事平安 警方國家安全署李桂華 在下午交代案情的時候 他說 立場這間公司涉嫌在2020年7月 到今年的11月 不斷上登多篇大善動文章 企圖引起對香港政府和香港司法的憎恨 或者藐視政府 引起香港居民不滿 及唆使他人不遵守法律 李桂華又說 根據保安局局長的國安法發出凍結財產通告 凍結立場大約6100萬的資產 李桂華就說 資料顯示 上述的公司即是立場 在去年的7月 港區國安法實施之後 到今年的11月 不斷刊登多篇帶有善結性的文章 目的就是企圖引起憎恨 或者藐視香港政府 引起對香港司法的憎恨 引起香港居民的不滿 煽惑其他人使用暴力 唆使其他人不遵守法律 立場新聞的文章 李桂華說的不是我說的 李桂華就說 文章就包括曾經形容 香港的抗爭者被失蹤 被侵犯 這些文章是刊登在港區國安法實施之後的 這些是毫無事實根據的惡意指控 李桂華說的 李桂華又形容 法庭的結果不如他們預期的審訊 是跟法律無關 這些是中共的赤裸濫用權力 利用法庭展示隻手遮天的威能 令人對司法產生憎恨 不是我說的 是李桂華 我也不知誰說的 總之就是剛剛我說的 我現在都亂了 李桂華又說 文章形容中大事件中 一些綠色軍裝的防暴警察用槍對準遠處的黃頭盔 雖然隔著防毒面具 但仍見前方的警察開槍掃射 仍聽到話 燒光它啦 我也不明白李桂華說什麼 李桂華又說 這件案的審訊 並沒有相關證據 你只按案件以審訊 並沒有相關證據 但仍放文章中 我也不明白李桂華又說 這件案的審訊 並沒有相關證據 但仍放文章中 李桂華又說 這些煽動文章 煽動他人 煽動國家那些 就是犯法的 大家不要做啦 其他都不作多講啦 趕處真是厲害啦 希望各位記者同事小心保重 剛剛霍啟江就說 基本法保障了新聞自由的 我覺得難聽過粗口的 他說新聞自由不用擔心 我屌你媽呀 霍啟江 記得按like 看廣告 建設性留言 社交媒體share 訂閱我的頻道 要費贊助 拜拜 在這裡 請教驊 你等一下再請教驊 你等一下 驚? 我有一位進說 你等一下 由我嘴巴 我在那裡 那個歐巴 真的有一個欣賞 然後 劉子 什麼樣子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